如果只是為他不做絕育的話 只是我們在不斷的創造新的生命 然後讓這些生命去被殺弱 你是用愛的名義在殺他們 流浪動物過多 他肯定會影響人 真正的救助 他不是說小區裡面流浪貓狗 我給他吃一點 這你不是在救他 你是在害他 因為你不餵 他其實不會餓死的 你說愛要不餵會餓死 怎麼可能呢 咱們中國有流浪動物多少年了 少說30年以前 多說一點50年以前 有誰去餵流浪動物嗎 他不都活下來的嗎 所以說你說一個貓或者是狗 養的胖多多點在你小區裡 還是瘦瘦的 看到人就害怕的在你小區安全 你認為呢 有那麼多的人 跟著他渾身的一堆肉來 這是第一 第二 你給他做了絕育以後 再餵他 因為你不給他做絕育 你餵他 他的身體狀況會很好 他吃飽了又生小孩 他會生越多 那多了以後 大家認為我們 現在這樣的小區 流浪動物多了以後 他們能活嗎 他是不能活的 如果只是餵他不做絕育的話 只是我們在不斷的創造新的生命 然後讓這些生命去被殺弱 這個跟我們救助器 其實是相悖的 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說 如果你只是一個只餵貓狗 而不知道給他絕育 而控制他數量的話 其實我告訴你 你是用愛的名義在殺他們 你只不過是找一個 不需要花費錢的方式 解決你的成分剩菜 就像人一樣 我愛自己的小孩 你得給他計劃他的加滿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記住 不要輕易的去餵 你要餵可以我們不反對 但是在餵之前 你要打算他好的下一步 就是說你打算什麼時候 把他抓去做絕育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人 他會怎麼樣呢 這個流浪貓流浪狗懷孕了 他會把他抓起來去墮胎 這個時候你不是絕育了 大家注意我的用詞 你不是做絕育 做絕育是沒有罪過 而且你在幫他們 做胎你是在殺生 你同樣的需要花錢 你為什麼沒有在他 沒有懷孕的時候 你去做 而等他有了自己的小孩 他是有自己的認知度的 所以說為什麼 你們去看那些貓 母貓快要生小貓的時候 他會把自己胸口 那個秘密周圍的毛 全部自己拔光 因為他知道他要生小孩 他是有感知的 有人問我說你們出家人 為什麼要提倡出絕育 那我現在問你 如果我這個出家人 身體的某個部位出現問題了 導致我將來的生活的水平會下降 甚至於死亡 那麼我是不是要去動手說把他開掉 一樣的道理 就是他的這個生殖器 生殖器官 就是會脫離他和他的小背 會讓他的數量不斷的膨脹 我們必須給他根除掉 他們才有好日子過 對吧 如果你不做絕育 他多到一定的程度 都到一定程度 一定有人會舉報 相關部門會處理 那會死無疑的 如果這一窩生下來變成五六隻七八隻 再想二十隻三十隻就很快了 很快很快就變成二十隻三十隻 所以他必須要舉報 你說壞人家不能灌 為什麼 流浪動物過多 他肯定會影響人 因為我們是以人為本 我們還做不到生命第一 這不是瘠瘠世界 它只是人類生存的一個空間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關注他們的 總權的數量的問題 如果你說我沒有能力 你沒有能力可以 那請你啥都別做 你不要去餵他 你餵了他你就是害了他 那師父你這裡面養了這麼多狗 這個老百姓能不能到你這裡來幫你 可以啊 我們歡迎 歡迎大家來燃養 領養的話就從這裡領走 領養的話就是說這隻狗 生活費由你來負責 狗還是養我們養在我們這邊 還有一點提醒大家 大家不要以為我是救狗的 然後就把狗往我這兒送 我是一粒不收的 救助流浪動物兩點很重要 第一不能買狗 第二不能收狗 因為咱們的這些一般的人 有種惰性 只要你是收的話 他也不會做絕育 也不會花錢 也不會去管了 剩下的就全部給你們 對 所以說凡是任何 送到我們這裡來的 第一我不要 第二偷偷讓我們這邊來的 我們有相關的部門會去找他 不要有這個想法 這是不可能 因為我們門口 人連識別就兩套 總共有五個探頭 無死角 你有些人聰明來 很遠的地方走過來 然後車停在很遠的地方 哎呀你這 你想這出來的 要麼不想找你 想找你你哪跑得掉啊 嗯 就不要把貓貓哥哥送來 你送我是不會收的 說張有些人 旮運 antes 訂応 今天 你